贝斯的心愿 很久很久以前 北方的国家有一座大神钟 传说他的钟声可以带给人们祝福 而且只有天神才能敲响他 可是从来没有人听过钟声响起来 在每年冬天下雪后的第七天 人们会依循传说 带着最好的祭品来到神钟前敬拜天神 期待终身响起 为大家带来幸福 这一年无父无母的贝斯 也带着弟弟到北国 想向天神祈愿 希望天神保佑他们姐弟平安长大 就在快到达神钟的时候 贝斯看到一位老婆婆倒卧在地上 立刻走上前去 他发现老婆婆病了 而且没有亲人 就把身上尽有的一名银币给了弟弟 告诉他 我必须留下来照顾老婆婆 你拿着这名银币去献给天神 祈求天神保佑老婆婆恢复健康吧 那我们的心愿呢 弟弟问 先别管了 快去吧 贝斯说 雪越下越大 贝斯找来一块弹幕板遮蔽风雪 他紧紧抱着老婆婆 希望能将温暖传递给他 敬拜天神的仪式已经开始 祭坛上摆满了精美的食物和珍贵的祭品 大家提升高歌 战胜天神 期待神中响起 可是等了又等 神中依然静默无声 人群渐渐失去耐心 开始怀疑 抱怨 祭品不够吗 每年都这样 我看是骗人的 眼看人群就要失控 国王突然灵机一动 我是国王 最有权力的人 如果我把皇冠献给天神 天神一定会非常满意 敲响终身吧 他心里想 于是 国王将皇冠放上祭坛 人们又开始祷告 可是耳边传来的依然只有风雪呼呼叫的声音 根本没用嘛 大家非常失望 就在这个时候 贝斯的弟弟穿过重重人群挤到前面 把手里的银币放上了祭坛 慈悲的天神 老婆婆很可怜 请让她恢复健康吧 她诚心的祈求 安静 大家安静 忽然 大祭司高举双手大喊 只见那枚小小的银币 发出一道炫目的彩色光芒 照射向神中 钟声震盛响起 美妙的声音 缭绕在人们的四周 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平安 快乐 这就是贝斯的心愿的故事 我给他看 我给他看 我们的眼睛